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光体育课 我是宜萱老师 今天的课程是路跑防护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的主题是 跑者常见的运动伤害介绍 我是一名运动伤害防护员 目前在基层学校 照顾体育班学生的运动伤害防护 除了解决自己学校体育专长项目的运动伤害以外 也常接触各式各样项目选手的身体运动伤害问题 今天的课程大纲会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是认识运动伤害与自我处理 针对喜欢路跑的各位 整理出常见的运动伤害种类 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是接触运动的第一步 初步检视目前的身体状况 并且学习收操保养的重要性 第二是伤后机能重建与动作优化 针对跑者设计的修复与强化课表 详细介绍每一个动作的要点与训练范围 那我们进入主题吧 什么是运动伤害防护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 或许也可以间接说明了我们运动防护员到底都在做些什么 容许我在这边介绍一下防护员工商服务一下啰 就字面上的意思 可能就是预防运动伤害这么简单而已 我们会为了避免运动伤害的产生 需要提前增加身体势能 提高机能素质 就能减少伤害的发生 那不幸的伤害发生后 我们还需要做紧急处理 以及后续的机能重建 以免造成二次或是更严重的伤害 这也算是运动伤害防护的一种 网络上有看到一张图 它把防护员的工作范畴浓缩在一张图里面 我想应该可以更仔细的解释 什么是运动伤害防护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除了我们常见的附件以外 饮食、健康管理 也都是运动防护的一种呢 接下来是要介绍伤害发生的原因 首先是外在环境 场地的安全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喜欢跑步的各位 一定都是走到哪跑到哪 不用像其他运动一样 没有场地就无法进行 可能是河滨 可能是人行道 但这些地方不像操场跑道一样平整 坑洞啊 碎石子等等 就连过于坚硬的水泥地 都可能造成伤害 再来就是天气状况 台湾平均湿度为75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对照图 如果气温超过28度C 就要留意热伤害的产生哦 再来是个人因素 首先是没有良好的热伤与收操 都会影响运动伤害的发生 暖身运动是为了提升身体温度 当然不是天气很热 体温上升的那种 是活化关节 肌肉等等 使身体适应运动的状态 缓和运动是进行各部位的静态伸展 一次进行15到20秒 使身体恢复到休息状态 还有很重要的身体状态 当精神不济或是容易晃神时 无法专注在训练上 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踩到坑洞而扭伤了 或是没有良好的体势能 身体不容许自己从事该项运动 产生伤害的几率也会大大的提升 再来就是护具 需保护的关节要穿戴护具 或是贴扎来辅助训练 可使局部温度上升 也可增加微量的稳定性 但要记得 稳定度高的护具不会舒适 舒适的护具稳定度不高 不足的能力可以靠训练补强 不可以过度依赖护具哦 现在很多的运动都会有相对应的保护措施规则 一循着规定就能降低发生伤害的几率哦 再来是运动伤害可以分成急性与慢性伤害两种 急性伤害是有很明确的伤害积转 同步出现红肿热痛的症状 慢性伤害是因长期疲劳或是细微的损伤累积而成 这里有帮各位整理出几个在从事跑步运动时比较常见的急性伤害 第一个是骨折 骨骼因为疲劳或是过度训练 或是外力而产生的不连续性 我们称之骨折 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不管线性、一点、螺旋状、粉碎性都称之骨折 如果有骨折的状况 一定要固定六至八周 这边要特别提到的是皮奥性骨折 每一次的机械压力会造成骨头微小的创伤 可是这些创伤有时候其实是好的 因为骨头本身对于机械压力会不断的重塑 但只要不超过骨头的预值 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下 透过这样的重塑其实是可以强化骨质的 但当破坏大于重生的速度时 就容易产生皮奥性骨折了 可以看以下两张图 皮奥性骨折其实是不容易被诊断出来的 需要透过骨扫描才可以更准确的诊断出 是否有皮奥性骨折 再来是拉伤 拉伤的定义是肌肉或肌腱在单一次的收缩 因过度伸展造成的撕裂伤 肌肉是有好几条肌纤维丝组成 少数几条断裂为第一级拉伤 撕裂为第二级拉伤 全断为第三级拉伤 第三级拉伤也会在外观上有明显的凹陷处 就像右边的这张图一样 拉伤的第一时间处理方式可以适度的伸展伤处 避免肌纤维乱缩 并冰敷减缓发炎 扭伤 扭伤是韧带在单一次的关节过度伸展或扭转造成的撕裂 扭伤一样有分三级 这里拿脚踝举力 扭伤好不建议全休息 扭伤好的脚踝的本体感觉会被破坏 可以加入一些稳定性的训练 例如闭眼单脚站等等 肌肉筋软 俗称的抽筋 因肌肉产生不自主的强力收缩 尤其是运动时经常可见 特别是长时间的运动 可能是身体脚时大量的乳酸堆积而不断刺激肌肉 也可能是大量流汗脱水造成的电解质失衡 发生时肌肉会变得僵硬而且疼痛 并且无法立即缓解 需要加入适量的伸展 低强度多次 过度的拉扯反而会造成肌肉的损伤哦 也可以补充电解质 如果没有缓解 则可以选择就医 接下来要介绍急性伤害处理原则 Peace and Love 保留了原本P-R-I-C的保护P 压迫C抬高E 加入了避免使用抗发炎处置的A 在组织愈合过程中有几个必经的过程 如果过度抑制组织发炎 反而会延缓组织清除坏死细胞的速率 影响到往下一步的重建愈合时期 还有教育一 教育代表了开始对于自己的伤害更加的了解 知道受伤的部位 严重程度 所需的恢复时间 以及其他可能的治疗介入 因为了解而不会畏惧或是过度的期待 第二句Love 建议在亚提性期介入 伤害的过度保护反而会让关节僵化 延长之后的恢复复件时间 所以在最新的处理原则里 加入了活动负荷L 更加入了心肺循环V跟运动E的观念 那这里的O乐观是指以正面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现阶段的伤停时间 减少不必要的压力 接下来要进行到跑步常见的伤害 跑者吸 一般疼痛会在膝盖的外侧 在下楼梯或是下坡跑的时候 感觉到特别的疼痛 这就是过多的吸曲曲动作 导致紧绷的卡劲速 摩擦大腿骨骨外上科引起的发炎 常见于跑步或是自行车等运动项目 可以针对大腿外侧做适量的放松 并且增加臀部的肌力 并且增加臀部 运动会发生在膝盖前下方 下蹲动作或是下楼梯等离心收缩的动作会加剧 常常反复跳跃或是肌力不平均的人会比较容易发生 运动后可以多伸展放松大腿前侧的肌群 滚筒跟按摩球都是很好的工具哦 腿后肌拉伸 因为长时间的肌肉紧绷或是肌力不均 会在跨部的一瞬间拉扯腿后肌 轻者在伤处压的会痛以及出力的时候疼痛 严重的有机会导致坐骨丝脱性骨折 有过严重拉伤救急的人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 会有30%的几率再次拉伤 所以拉伤急性期过后 要多执行伸展动作 避免肌肉的软缩 跟腱炎也是我们俗称的阿基里斯腱炎 疼痛处会发生在后脚跟 小腿肌肉不够柔软或是过度训练 都会使我们无法做完整的推顿动作或踮脚尖 这时可以多伸展放松小腿的肌肉 以减缓疼痛的感觉 足底肌膜炎 一般会在早上起床的第一步特别的疼痛 痛在脚跟的位置 走了几步后就会缓解了 这就是足底肌膜炎 可能是因为穿着不适当的鞋子运动 足弓没有良好的活动 或是大量的跑步跳跃导致 这时要多伸展小腿肌群 也可以用按摩球 滚动一下足底的肌肉群 适量的休息 怀关节扭伤 一般脚踝扭伤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内翻造成的外侧韧带损伤 可以在急性期过后 适量的加入肌力与本体感觉的训练 以防因功能不足导致的扭伤 热疾病 课程一开始提到的WBGT超过28度 热疾病产生的几率就会提高 这边帮各位整理出三种比较常见的热伤害 第一个热中暑 里面三种最严重的一个 热中暑的病患会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脸部潮红可是皮肤干燥不多汗 体温超过40度 这时我们应该要协助它移到阴凉处 采取坐卧汁 在身体容易散热的地方放冰带降温 例如颈厚 腋下 吸窝等等 并且随时注意生命真相 状况没有好转或是恶化 必须马上送医 再来是热衰竭 跟热中暑不一样的地方是 热衰竭的病患一般大多都是大量的流汗的 这时我们协助它换掉身上的湿衣物 并且躺下脚抬高 适时的补充水分 最后一个是热筋卵 比较像是严重的肌肉抽筋 可能是大腿前侧抽完换大腿后侧抽 以下腹部抽筋以下又小腿抽筋 虽然是脱水造成的热筋卵 但不能一味的补充水分 需要补充还有电解值的饮品 更可以快速的吸收 接下来要介绍几个适合跑者自我训练的肌力训练 各位记得训练过程中要顺畅呼吸 不可以憋气哦 棒式 也有人说平反撑 主要是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 强调脊柱的中立位 注意在训练的过程中 头、肩、臀要保持一直线 切记要避免腰往下掉的动作 以免造成腰部过多的压力 登山者式 可以当成棒式的进阶板 腿部有点类似跑步的动作 要记得身体跟屁股不可以跟着晃动哦 也可以尝试在悬吊系统上执行 甚至是反向登山者式 都可以循序渐进的来操作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棒式 也是我们俗称的平板称 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看到荧幕上这三点 我们会拉成一直线 那我先示范两个错误动作 第一个是腰太塌陷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会造成腰部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要避免 第二个动作是屁股太高 这样子就没有做到我们需要的强度 我们应该让这三点肩膀宽跟膝盖 保持在一个直线上 那接下来还可以做我们的进阶式登山者 在做的时候身体保持不晃动 屁股不会左右的晃动 然后可以根据你的强度做增减速度 甚至是你可以在TRX上或者是做反向跑步者 好 侧磅室 记得头肩骨盆膝脚踝要成一直线 屁股夹紧往前收紧 甚至可以抬起上脚增加难度 如果无法执行没有关系 可以试着弯曲膝盖把力臂缩短 这样强度就会降低许多了 第二个动作是我们的侧磅室 它主要是针对我们侧边的核心肌群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一样 让你的三点身体成一直线 那如果你的强度可以再增强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进阶式 把上脚抬高 那在抬高的时候屁股不会往下掉 一样要维持在直线上 那如果没办法做到一般的侧磅室的话 我们来做个退阶动作 弯曲你的膝盖把我们的力臂减短 然后一样保持身体的一直线 侧面的腹部核心用力 OK 接下来是我们的深蹲 在做深蹲的时候 上半身跟小腿会呈现平行 然后屁股不会过多的翘起 不会凹腰 保持我们的脊柱中立 那大腿尽量的平行地板 再下去一点 好我们可以反复动作 多做几次 再下去 好 那如果觉得这个动作很轻松的话 我们来到我们的进阶动作 弓箭步蹲 或者是叫做分腿蹲 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前脚后脚角度各呈现90度 直上直下 后脚的脚踝要踮起 如果觉得很轻松的话 可以加上哑铃增加一点重量 甚至是我们把后脚抬高 重心更放在前脚一点 一样前90后90 身体直上直下 不会左右摇晃 如果觉得强度还是很简单的话 我们再来到下一个进阶版 登阶 在登阶的时候 我们可以身体稍微的往前前傾 重心放在前脚 那我们可以把高度 慢慢的增加到膝盖以下的位置 OK 再进阶一点 可以执行分腿蹲 甚至是后抬脚 重心在前的分腿蹲 或是登阶运动 甚至是更针对臀部的侧弓部 记得膝盖不要内收 要朝着脚尖的方向前进 接下来是我们的侧边分腿蹲 这个动作主要是在训练我们的单边囤肌 单边囤肌 以及膝盖的稳定度 在做的时候 膝盖会跟着你的脚尖方向走 记得不要内拔 那臀部的感受会非常的多 比刚刚的深蹲再更加强一点 OK 桥式 长掉腿后肌的收缩 以及髋关节的稳定 肩、髋、膝盖乘一直线 记得要用臀部发力 而不是腰部带长 进阶式可以抬起单边 要注意骨盆不能歪斜 再来是我们的桥式动作 主要是训练到我们的臀部 以及大腿后侧的肌群 那在做的时候 一样让红色这三点呈现一直线 屁股发力 核心收紧 那如果觉得这个动作非常轻松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进阶式 抬起你的其中一只脚 那记得两只脚平行 不要太过高 也不要太过低 平行 两只大腿平行 那骨盆保持我们的水平位 屁股发力 好 早安体前区 比起前面几个动作 早安体前区会在进阶班的程度 没有够好的身体控制 会有过多腰椎的活动 如果做完腰部有酸酸的感觉 代表你做错了哦 建议找专业的老师或教练 做更详细的指导 膝关节不打死 主要是髋关节的曲曲 不弯腰 刚开始可以在背后背一根长棍子 引导颈椎及腰椎的中立位置 主要在训练腿部后侧及下背的肌力 接下来是我们的早安动作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长棍 放在你的身体后面 当做是让我们脊柱中立的指标 那在做的时候膝盖不要打死 我们差不多固定在五度左右 然后并且曲宽而不是弯腰 让身体往下倒 主要会是训练到我们的腿后侧 以及下背的肌群 那如果觉得这个动作很简单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进阶动作 单脚硬举 我们把刚刚的早安动作分解 变成单边 那一样 膝盖维持在大概五度的角度左右 不要弯腰脊柱直立 并且可以加上一个重量 后脚抬高 OK 熟悉动作后可以尝试单脚运举的动作 留意骨盆的不歪斜 死虫式 强调深层核心的启动 在执行动作时腰部不会隆起 如果可以穿过一只手的高度 要记得把下背压紧地面 然后轮流伸直对侧的手跟脚 也可以换成超人式减少底面积增加强度 接下来是我们的死虫式 在做的时候我们趋宽屈膝90度 并且把下背压紧地板 核心腹部收紧 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依序地举起你的右手跟拉长你的左腿 那在做过程中下背都不会拱起 那再回来做换边换手 那如果做起来觉得非常的轻松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进阶式超人式 在做的时候一样把我们的脊柱伸直 不要做太多的拱背或凹腰 那一样我们可以依序伸起你的右手跟左脚 保持核心稳定以及脊柱的中立 如果做起来还是一样觉得很轻松的话 我们再做下一个进阶式超人 在做的时候绷紧你的上背部以及你的腿部 保持腿部的直立不要外八 OK 最后一个是举肿 主要是训练小腿的肌肉帮助推顿 找一个阶梯做踮脚尖的姿势 注意脚跟不可以外开 最后一个动作是我们的举肿 主要是训练到我们的小腿肌群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登阶或者是阶梯 那在做的时候让我们的脚跟悬空 并且做很像跌脚尖的动作 那记得脚跟不要呈现外八或者是内八 主要是增进我们跑步时的推顿动作 OK 那今天的课程大家都了解了吗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